重阳节又是老人节 那么爷爷奶奶们会怎么庆祝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呢 重阳节的前夕 我们的记者到山西太原的一家老年公寓进行了探访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山西省老年公寓 那么在这里啊 现在一共住了有300多位老人 他们的平均年龄呢已经达到了83岁 那么在今年的重阳节啊 他们会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庆祝 什么呢 开运动会 您看现在爷爷奶奶们已经排好队 准备要入场了 我们赶紧到现场去看看 这次的运动会阵仗可不小 公寓里90%的老人都报名参加 年纪最大的96岁 最年轻的也有72岁了 穿上红衣裳 梳个俐落的发型 要比赛 气势不能输 爷爷奶奶们的运动会 要比些啥项目 这次的运动会啊 一共设置了七个比赛项目 都是一些去飞性比较强的运动 比如说像这个是套圈的比赛 还有这个呢是吊瓶子的比赛 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哈 就是老人呢要距离这个瓶子一定的距离 手里头拿一个鱼杆 把这个瓶子呢给它吊起来 两分钟之内 谁吊起的瓶子多 就算谁获胜 这比赛难不难呢 我们也去体验一下 来 好来 你来吧 哎 奶奶 你体验了 奶奶 我们能不能感受一下这个 好啊 看看咱们这个项目难不难啊 可不容易呢 怎么不容易 一个眼睛看不清楚那个铁丝钩 这个晃了就停不下来 它得有这个准确性是吧 对 而且这个必须稳了 这层黄 你看你看 一只黄 一只黄 是这个一直黄 你一道来就成了 哎 好了 哎 这个就算是 这个就算是可以了 是吧 来来来 还是你们好 我们发现这个 别看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这个吊瓶子的运动啊 其实呢 它非常考验人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 和这个远距离的这种把握能力 所以我们待会儿要看看 看这个爷爷奶奶们的这个比赛成绩怎么样 好好好 您来试试 来试试 五个 三个六 掉了几个 六个 六个 不满意 如果再试一试还能掉 参加了两项 拿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三 哎呦 这么厉害呀 好 我年轻吧 站在那边属于年轻的 今天多大年轻啊 我 七十二 七位运动会嘛 这个老人们这个挺挺 这个挺欢喜的 虽说是趣味运动会 但爷爷奶奶们比的那叫一个认真 我就是打平发球的 还不费钱 这边拿出了看家本事 赛出了好成绩 那边紧张被赛 生怕被超越 能坚持三秒钟 能坚持三秒钟 我就能数过来了 二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来 这个 太多了 太多了 可以放下就来了 你真是练着啊 考虑到老人们的身体状况 虽然项目不多 但运动会进行了两天 捧回奖牌的爷爷奶奶们 像孩子一样开心 87岁的张颖珍奶奶 回到屋里都不舍得摘奖牌 第一时间就和因为疫情防控原因 不能到现场看比赛的儿子 视频通话 你看我 我还得了奖了 你看我还得了个三等奖 我妈的身体一直都很好 应该得奖 得奖就不对了 妈妈开心 非常开心 生活的也很好 你放心 好好工作 好吧 替我分享 好吧 现在这么幸福 再锻炼几年 我现在87 自取能达到100 另外我也能看一看 这时候怎么进步 十岁不忘 打进人 我的身体挺好 再有组织的关怀 每个月还有养老金 您 您是我觉得我的福重 我感谢我们的周国 其实希望年轻人们 要有一个好的生机 而且这个追逐我的话 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吧 把这个自家的工作搞好 我们尽量给国家 给这个社会攻下很大的力量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